10月18号早间 一则新闻震惊了整个美国政界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引述前国务卿 柯林·鲍威尔家人脸书消息称 鲍威尔于当日早晨 因新冠肺炎并发症去世 享年84岁 鲍威尔是美国历史上首位任职 美国国务卿的非裔美国人 他的家人通过脸书发表声明说 美国前国务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柯林·鲍瑟·鲍威尔将军 今天早上因新冠病发症而去世 声明续指 他已全面接种疫苗 我们要感谢沃尔特 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的 医务人员的关怀治疗 我们失去了一位杰出的 充满爱心的丈夫 父亲 祖父和一位伟大的美国人 鲍威尔就职于小布什总统期间 其在美国政界 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举足轻重 作为首位任职美国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的非议美国人 同时还成为了当选该职位 最年轻的将军 鲍威尔经常被描述为 自艾森豪威尔以来 最受欢迎的美国将领 他经常被提及为 可能的总统候选人 但他从未选择参选 当选总统小布什 在2000年12月 选择他出任国务卿时说 鲍威尔将军是一位美国英雄 一个美国榜样和一个伟大的美国故事 小布什说 当一个南布朗克斯区的儿子 继承托马斯·杰弗逊 首次担任的职务时 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小布什还曾将他与另一位 勤奋正直的美国军事领导人相比 后者也曾担任的国务卿 小布什说 我对鲍威尔将军的评价 就像杜鲁门对马歇尔将军的评价 他是一座力量和常识之塔 鲍威尔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 谈到他创造历史的提名时说 我认为他向世界展示了这个国家的可能性 这位接班艾森豪威尔与马歇尔将军比肩的人 一路走到这个层级 确实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同时也是那个美国梦时代最好的展现 根据资料显示 鲍威尔1937年4月5号出生于美国纽约 父母是雅买家移民 父亲是码头的搬运工 母亲是缝纫工 作为一个移民的后代 他靠着诚实和努力 达成了以上提及的多个成就 美国第一个混血人种的上将 第一个混血人种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也是第一个混血种人的国务卿 不同于一些纸上谈兵的政客 作为一个越战老兵 深深的指导士兵的血泪 知道军事必须服从政治 知道军队的最终使命是缔造和平 而不是一味的追求胜利 因此在火人脉成员中 成为相当另类的鹰爪黑格 两次伊拉克战争的成败 使人越发认识了 他的人品高贵和战略远见 他任国务卿时 支持率曾高达80%以上 远高于奥尔布 莱特 莱斯和希拉里 他就像一瓶老酒 时间越长越显得珍贵 鲍威尔的从政生涯 他基本就围绕了两场举世闻名的战争 一场让其声名远洋 应得尊重 而另一场却让其陷入争议 声名狼藉 1991年的海湾战争 在老布什总统的领导统筹 以及鲍威尔亲自的指挥下 国际联军成功地 从伊拉克手中解救了科威特 这是自越战的泥潭以来 美国最明显的军事胜利 由于在海湾战争中的卓越贡献 美国国会授予鲍威尔 美国最高荣誉奖 国会荣誉勋章 1993年9月30号 鲍威尔退役 随即辞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务 时间转远来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这次是在小布什的领导下 鲍威尔的一言证词 亲手点燃了打向伊拉克的导弹 在当时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 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 绕过联合国安理会 以时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 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 发动伊拉克战争 美国出兵前 2003年的2月5号 鲍威尔在联合国会议上 拿出一管白色粉末作为证据 试图证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然而 美国始终没有在伊拉克找到这类的武器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说 鲍威尔晃动的可能只是洗衣粉 两年后到2005年 鲍威尔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新闻采访时坦诚这是一个污点 他表示这次出场将永远是我记录的一部分 这很痛苦 现在就很痛苦 鲍威尔在其2012年出版的《个人自传》 《我赢定了鲍威尔生活和领导的艺术》 一书中写道 我主要是生我自己的气 因为我没有感觉到存在问题 鲍威尔在书中表示 我的直觉让我失望了 在他后来的公共生活中 鲍威尔对共和党的右倾趋势 逐渐感到失望 并利用他的政治资本 帮助民主党人入主白宫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他对奥巴马参选美国总统的支持 鲍威尔在2008年竞选的最后几周 选择为奥巴马站台 后者成为了首任非裔美国总统 而在今年911事件20周年之际 鲍威尔还专程参加了 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举办的 由美国国家交响乐团 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乐队参与的纪念音乐会 他从政治舞台陷幕后 可能一直在为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来赎罪 收到鲍威尔去世的消息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评价说 世界失去了我们所见过的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 阿尔玛失去了一位伟大的丈夫 这个家庭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父亲 我失去了一个巨大的个人朋友和导师 我觉得我的心里好像有一个洞 前总统小布什也第一时间表示哀悼 称他和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深感悲痛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